今天是关于大航海时代的第二讲 上一次讲的是欧洲人大航海时代以前的人类的航海 删掉了没有 今天这个叫前大航海时代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名字是我起的 有的人就是 有的手上可能不是这样说 那么我就系统介绍一下 在哥伦布到美洲以前 这个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和葡萄牙的200年左右时间的航海探索 那么在上次我讲的时候 是把这个年份1291年放到1487年 因为1488年是迪亚什绕过非洲那一年 一般迪亚什绕过非洲那件事情 也被认为是真正的大航海时代 但是我现在后来我想了想还是改到1492年 就是迪亚什绕过非洲那件事情 实际上是葡萄牙前面航海的连续 那么如果从历史上讲的 哥伦布首航美洲这件事情 对于前面的葡萄牙的有机化的航海来说 我们讲起来就很差一杠 葡萄牙人也没想到会突然之间 来了一个哥伦布 搞了这么一件事情 对吧 那么我大致把今天这个事情讲一讲 实际上从实际东征开始 我已经讲过 欧洲国家在地中海又占据了海上的优势 对吧 那么最早有史料可查的 绕过非洲前往印度的尝试 是1291年有热纳亚的维瓦尔弟兄弟 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但是中国的书上很少提这件事情 1291年啊 1291年是元朝刚刚建立的时候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 1291年到1415年呢 是第一阶段 这个阶段呢 还谈不上是有计划的发现 意大利和葡萄牙呢 一些航海舰在大西洋上 进行了一些零散的发现 从1415年到1492年 这个七八十年间 其实是第二阶段 那从葡萄牙那个恩利克王子开始 那么葡萄牙持续了七十多年 是连续不断的进行了有计划的航海探索 那么等会你们听我讲了以后 你们会发现甚至于比我们现在的太空探索 就是往月球、往火星上发的那个发射探测器 还要积极那个时候 就是或者他们所花费的成本 所采取的措施 我觉得应该可能我们今天太空探索都没达到这个程度 好,那么首先介绍 热纳亚、维尼斯在地中海和黑海的殖民 为什么要介绍这件事情呢 这是因为西方的海上力量重新崛起 十字军开始,对吧 伴随着十字军东征 几个意大利城邦控制了地中海 经过一系列战争呢 我之前讲过,到十三世纪的时候 已经形成了热纳亚和维尼斯两强的局面 那么两大海上强国呢 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和黑海 那么维尼斯在本土以外 曾经长期占领过一些交大的领土 比如说维尼斯占领过波罗伯尼萨半岛 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 那么都占领的很长时间 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时间 像那种克里特岛 一直至少克里特岛或者波罗伯尼萨 就是在拜占帝国灭亡以后啊 克里特岛其实很早就是等于是属于维尼斯的领土了 当地的人也觉得我是维尼斯的这个臣民了 只能这样说啊 那么除了以上这几个地方以外呢 维尼斯和热纳亚呢 他们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古希腊的殖民地模式 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热纳亚和维尼斯的殖民地 对于古希腊的菲尼斯殖民地有什么不同的点呢 首先热纳亚和维尼斯在政治上是完全统治殖民地的 不是说我派一个人过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不是这样的 古希腊我们知道 殖民地嘛 跟母帮之间只有一个礼貌上的关系 政治上是没有从事关系的 就是我派人出去建立一个殖民地 那么新建殖民地跟我原先那个国家 其实是没有政治上没有 不是说我要统治它的 对吧 但是呢 维尼斯和热纳亚不是这样的 那么除维尼斯曾经占领某些大片领土以外呢 殖民地主要是重要的海港商战 那么维尼斯和热纳亚派出的首军并不多 完全没有古代殖民地这个移民性质 所以说我们虽然说它是热纳亚或者维尼斯殖民地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并不是把人派过去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住不下了 派一堆人出去找一块新的地方移民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它其实就是一个商战 那么占据殖民地也主要是为贸易商务服务 那么有些地方殖民地不过是个城堡 就是它就是热纳亚 维尼斯这些国家 那我已经讲过 除了维尼斯占领的那些波罗布尼斯、半达尔、克里特、塞浦 这些地方是比较大的 而且比较持久的占领了 建立起地方统治机构的 别的他们就是占领一个港口 占领一个城堡 其实就是一个上路据点 他们是目的很清楚 就是要做生意的时候要从我这里走 或者只有我 只有我的商队 或者我允许的商队 因为做生意嘛 要从几个海港 一个个海港过去嘛 那它就是为了控制商路 其实说穿这么回事 那么有些地方在殖民地部 那与当地的统治者之间的主权关系是相当模糊的 就是说 比如说有个地方 比如说埃及本身就是属于埃及的 然后它在埃及的海岸占领一个城堡 那么它跟统治者 当地的比如说埃及统治者之间关系 主权关系相当模糊 那么其实跟我们中国的澳门就是一样的气质 就是说 你说它是属于明朝 它是属于葡萄牙的 那么是不是明朝不愿意 说葡萄牙就像后来的那种西方列强 来抢占我们的土地了 对吧 割让一块土地给葡萄牙 不是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不能这样说 明朝也没有说 就是说 至少从明朝当地的那些做生意的人来说 这个地方给葡萄牙 对他们做官的人也好 做生意的人也好 其实是有利可同的 因为我们跟他做生意嘛 把一个小的地方给他 让他可以 对吧 其实是从这个角度 当时没有什么主权关系是很模糊的 中国葡萄牙也是这种模式 那么 威尼斯和热南亚因为海上国家嘛 那你打仗肯定打不过土耳其 打不过这种 陆地上肯定打不过埃及土耳其这种东方强国 对吧 所以他往往就在海港 某个海港 他占领一个城堡 然后当地的那些穆斯林统治也觉得 也并不觉得自己吃亏了 你占领我一个地方了 没有 他觉得你占领我一个地方 我跟你做生意更方便了 对不对 往往有这种感觉 那么后来的大航海时代 葡萄牙等国开始的殖民地的模式 其实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葡萄牙进入印度洋以后 这是我下一讲讲的 葡萄牙怎么建立起这个印度洋帝国的 它的整个战略 几乎不是说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探索 而是他们一开始就想好了 我之前讲的 比如说郑和夏西洋到了那几个港口 葡萄牙进入印度洋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把那几个港口全都占领 他这个思路非常清晰 几年之内就全部占领 当然他军事力量也比较强大 有能力占领 对吧 然后他不会深入内陆的 不会跟你内陆的那种什么国家打仗 这个他知道他也打不过你 对吧 但他先把几个港口一占领好以后 所有的这个做生意都是我控制了 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是热纳亚和维尼斯当初在地中海的这个模式 对吧 也正因为这个热纳亚和维尼斯这种前面 怎么说呢 是一种政治上的或者军事上的或者商业上的一种探索 我们可以这样说吧 那么建立这种模式 让后来的葡萄牙能够迅速的也采取这种模式 对吧 好 介绍早期的这个大西洋探索 首先就要缅怀一下这个叫维吾尔蒂兄弟 这两个人名字 一个叫万迪诺维吾尔蒂 一个叫乌格里诺维吾尔蒂 这两个是热纳亚人 那么1291年他们组织了一次远航 要绕过非洲寻找印度 那么现在不清楚他们到底到航行到哪里 那么1294年呢 有一个史料记载中说 他们已经穿过直播罗的海峡进入大西洋 而且到达过摩罗哥的西部的海岸 然后便没有了音讯 那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 上帝保佑他们能够平安回来 实际上他们就是没有平安回来 也就是从历史上消失了 那么大航海时代牺牲了很多人 那么维吾尔蒂兄弟的故事留下很多传说 有的人说 后来已经进入大航海时代 因为他们欧洲人知道有维吾尔蒂兄弟的故事 跑到干国 发现有人长得像白人 据说就是维吾尔蒂兄弟的后代 后来又有人跑到埃萨埃比亚 说那边有人会说意大利文的 是不是也是维吾尔蒂兄弟在那边 这种传说故事很多很多 但是呢实际上最终也不清楚他们 总之就是这个船开出去就消失了 那么接下去很重要一点呢 就是大西洋上三个群岛的发现 这我要介绍一下 首先是这个加拿利群岛 我给大家看这个地图 这里是西班牙、葡萄牙 这个没问题 这是摩洛哥 这是阿尔及利亚 这是西撒拉 那么大西洋上有这么靠近 靠近他们的有这么三个群岛 最远的叫亚索尔群岛 然后叫马德拉群岛 还有加拿大利群岛 加拿大利群岛离开摩洛哥海岸 其实并不算远 所以加拿大利群岛其实早在公元五世纪 就被非尼西人发现了 加拿大利群岛上有非尼西人 或者希腊罗马人生活的遗迹 那么根据早期的希腊罗马的文献 就是发现加拿大利群岛是岛上是没有人的 这个只是根据希腊罗马的文献记载啊 就是希腊罗马那些作家啊 说那里有个加拿大利群岛 我们非尼西人刚到岛上的时候 这个岛上是没有人的 但是呢 有古代的城市的遗迹 那么现在这些遗迹 现在有一些传说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些遗迹 反正就说明 加拿大利群岛本来可能有什么使前人类的遗迹 就是说明 是居住国 但是根据这个记载 那么希腊罗马时代 加拿大利群岛上是希腊 非尼西人重新上去以后的 然后呢 那么希腊罗马时代 加拿大利群岛与希腊罗马其实是来往很多的 随着希罗马的灭亡 加拿大利群岛与大陆的联系就断绝了 加拿大利群岛这个名字啊 本来就是狗人的意思 非尼西人是狗的意思 其实有人怀疑是岛上那时候有那种什么海豹之类的 他们说称是狗 所以这个词就是 大概是非尼西人给起的名字吧 那么等到中世纪以后 加拿大利群岛上又有土著了 这个土著不是希腊罗马时代的非尼西人 因为希腊罗马时代不是说嘛 加拿大利群岛是没有人的嘛 偶尔有一些非尼西人或者希腊罗马人跑到那个岛上去 但是他们本身这个岛上是没有人的 但是后来中世纪的时候呢 发现岛上有土著 这个土著呢 今天根据语言学啊 根据DNA分析 这个土著与北非的那个伯伯尔语言相近 但是又没有信仰伊斯兰教 这个岛上人没信伊斯兰教 这说明是伊斯兰教兴起以前 北非有伯伯尔人迁徙到这个岛上 然后到了岛上以后呢 跟非洲的原先的伯伯尔人就没有联系了 也没有英雄了 那么根据阿拉伯人的记载呢 曾经有阿拉伯人的舰队到达过加拿大利群岛 那么1312年为了寻找维吾尔蒂兄弟 另一个热纳亚人叫这个名字 他在寻找维吾尔蒂兄弟的时候呢 他再次发现了加拿大利群岛 并且企图通过武力 就是他想占领这个岛 但是最终没有成功 然后他就返回了热纳亚 那么他就把这个欧洲人说 那里有个我又发现了 因为根据希腊罗马的这个书上有记载的嘛 那么我又发现那个岛在哪里了 那么从此以后 这个加拿大利群岛呢 就跟文明世界又有联系了 那么今天普遍把这个人视作是加拿大利群岛的发现者 今天是这样说的啊 如果你跑到加拿大利群岛上 当地人讲我们的历史 那么发现加拿大利群岛就是这个1312年这个热纳亚人 好 那么加拿大利群岛重新发现了 1341年葡萄牙国王阿芳索斯士 派遣三艘船到达加拿大利群岛 此后多年葡萄牙就是一直持续有横行到加拿大利群岛的这个记录 岛上的土著呢 这时候已经建立了几个王国 那么葡萄牙多次尝试占领军营土著的抵抗而未成功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葡萄牙的军事力量 跟这个加拿大利群岛上土著的军事力量的对比 对吧 那说明土著人还是能抵抗的 还不像后来的这个美洲啊什么这种 根本就没有抵抗能力 土著人还是能抵抗的 那么1402年是卡斯提尔王国派遣的法国太野家贝当 其实这个贝当一开始不能算是卡斯提尔王国派的 他是先占领了岛上一块领土以后呢 回去报告卡斯提尔王国 我把这个岛献给你了 然后卡斯提尔王国就反正封他一个什么什么 那么此后呢卡斯提尔真正的拙见了征服的全部加拿大利群岛 现在加拿大利群岛上面已经没有土著了 土著已经融合在西班牙人当中了 那么葡萄牙和西班牙为加拿大利群岛的主权争吵了70多年 一直到1479年双方签署了这个阿尔卡索瓦条约 1479年啊 那么葡萄牙承认加拿大利群岛归西班牙所有 这个葡萄牙已经放弃这个主权了 那么为什么要抢加拿大利群岛 说一下 其实是有经济利益的 因为十字军以后 欧洲人发现一个东西 十字军以前欧洲没这个东西的 糖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糖 就是那个白糖 褶糖 甘蔗 那么糖呢要从埃及 从阿拉穆斯林国家进口 因为虽然甘蔗 他们知道是从甘蔗里面可以榨出糖来 但是欧洲这个维度比较高嘛 没法种植甘蔗 结果他们发现加拿大利群岛是靠近热带的 对吧 是可以种植甘蔗的 于是一定要抢加拿大利群岛 加拿大利群岛一下子就变得有经济价值了 因为占领这个岛 种甘蔗 糖很贵的那时候在欧洲 只有有钱人才吃得起啊 所以欧洲那时候不是人家考古吗 说发现尸体 这穷人都没有蛀牙的 穷人从来没吃过甜的东西 有钱人才能买得起糖 所以占领加拿大利群岛以后呢 就有经济价值了 对吧 所以葡萄牙跟西班牙吵这么多年 对吧 好 然后另外两个岛 一个是亚苏尔或者马达拉群岛 1418年以前呢 也陆续有意大利的航海架航行到了亚苏尔或者马达拉 但是没有能够持续 并且很快又被人给遗忘了 虽然偶尔 这是我们现代去调查 看看文献 噢这个人曾经到过那个岛 看起来好像 对吧 好 那么前面就是第一阶段 就是他们意大利人啊 或者葡萄牙人这种零星的这种行星 对吧 到第二阶段 是1415年开始 那么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 他的过号叫航海家亨利 那么开始葡萄牙这个持续了70年 连续不断有进行的有计划有目的的航海探索 那么虽然这一阶段 并没有如后来的 厄伦布、达迦玛、麦哲伦这些伟大的发现 但正是这一阶段持续不断的探索 为后来的地理大发现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那么所以我要介绍一下这个恩里克王子的事情 首先介绍一下 为什么是 其实真正开辟大航海时代的 是欧洲的偏僻想过葡萄牙 对不对 即使在欧洲 我们就不讲欧洲 很多人喜欢讲啊 我看那些讲就是大航海时代以前 欧洲是很落后的啊 什么大航海时代 欧洲才发达起来了 但是就算在大航海时代以前的欧洲 我已经讲过 最富的 维尼斯 若南亚 佛罗伦萨 这些都是欧洲的最富的国家 佛罗伦萨这个文化已经高度发达了 葡萄牙啊 是一个 在整个欧洲范围里面 它也是一个处于很边陲的一个小国 大家都不注意这个国家 对吧 但是是这个国家 你们佛罗伦萨那边人在写诗啊 在写史书啊 在做画画 对吧 法国英国在打百年战争 你们在搞的时候 葡萄牙安安静静的 在那边开始了大航海 对吧 而且葡萄牙一开始大航海 可以说大家都没注意到 对吧 那么也要顺便讲 1139年是葡萄牙王国是建立 这个我已经讲过 对吧 讲中世纪的时候 讲那个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葡萄牙 对吧 那么1147年呢 葡萄牙攻占伊斯兰教城市里斯本 迁渡于此 那么1249年 葡萄牙王国阿弗所三世 攻占这个叫阿尔加威城 奠定了今日葡萄牙疆域 从1249年开始到现在 多少年了 这都多少年了 现在都二零几几年了 八百年了 快八百年了 葡萄牙虽然与周边的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国家旅游战争 也不能说旅游战争 反正偶尔会打两仗 但基本能够保持其国土疆域 至今没有太大变化 他想进攻别人 想扩张下领土 也扩张没成功过 别人来打他 反正也没占上什么便宜 反正这八百年葡萄牙就这么一个国家 对吧 作为欧洲的偏僻角落的一个小国 没有参与过欧洲政治上那些大事 什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英国法国意大利教皇那些事情 讲那些事情的时候 你们听说葡萄牙有什么事吗 葡萄牙呀感觉没参与过 他也没能力去参与 他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小国 对吧 那么葡萄牙成为近代欧洲第一个民族国家 拥有世界上其他地区没有的持久稳定的政治环境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以前讲那个西方为什么能够文艺复兴 我基本上没看到有哪个 至少我们历史一般的人数量不会讲 就是西方的整个欧洲跟中国差不多大 对吧 中国是每个两三百年要归零一次 对吧 重启动 重新开始文明的进程 经过一场大的农民起义 歪族如亲 血洗各种折腾以后 又开始一个新的王朝 好不容易竞技发动到一定程度了 又来折腾一把 对吧 欧洲有吗 欧洲没有 欧洲打仗也打得很惨 比如英法百年 那就英国法国打了一百年 葡萄牙跟他根本没事 对吧 葡萄牙躲在边上根本跟他没什么关系 你们英法打好了 对吧 他可能听说你们在打 那边佛罗伦萨人已经开始画画了 已经开始伟大的创作了什么达芬奇 布鲁内列斯基这些人已经发明这个发明那个了 这葡萄牙也跟我们有关 葡萄牙人也不知道 只是看着你们 哎呀佛罗伦萨这么有钱 对吧 威尼斯这么有钱 只是这样看着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本身 它保持了一个难得的一个政治 这种葡萄牙政治稳定 我基本上说可以同样一个时代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这样稳定过 别说中国 印度啊什么伊朗啊 没有一个地方有葡萄牙这么稳定 就是整整八百年 你看啊这块地方动都不动的 对吧 人员也没有大的变化 就是八百年 对吧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让葡萄牙能够开始进行这种 就慢慢慢慢能够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发展 对吧 这是个原因啊 几百年稳定的政治环境 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原因 就是欧洲的商业和海洋传统 古希腊和阿拉伯罗伦亚的地理学知识 这件也很重要 别以中国为例 中国没有这个传统 中国的四书五经里面没有讲要大航海 但是欧洲人这个希腊书里面 你随便一翻历史书 哎呀我航海到一个什么地方啊 伟大的航海家比提亚斯 对吧 古希腊人都已经讲这些故事了 对吧 因为希腊本身就是希腊民族嘛 本身就是个航海民族 我介绍过 还有人研究地球是圆的 圆的形成两大派别 一派认为地球上主要是水 主要是海洋 海洋里面漂着几块陆地 另外一派认为呢 地球上主要是陆地 中间挖出几块是海洋 我上次讲过也形成两大派 还要炒 到后来到文艺复兴 到地理发现的时候还在炒 一直要到他们真的地理发现 该发现的几个大舟都发现完了 才知道海洋论是正确的 对吧 好 还有就是航海技术发展 这当然就是说 这当然是很重要的 对吧 以前这个船没有 但是航海技术发展 有一种是被动的 有一种主动的发展 你要看葡萄牙可是主动发展的 出去船开出去一次 发现什么问题 回来改进这个船只 这可是持续不断地做这件事情了 对吧 那么有人说了 葡萄牙最初为什么要去航海 第一就是狭小的国土 使得对拓展国土有了需求 边上有这么强大的西班牙 南边的摩洛哥 其实葡萄牙一开始跟摩洛哥打了好多仗 打不赢他 所以说你要看啊 这种欧洲的地中海这一块的军事力量 我以后会讲的 葡萄牙绕过非洲到达印度以后 跟印度打仗的时候 葡萄牙可是没有对手的 但是在这边还在跟摩洛哥打的 就是打不进去 就摩洛哥虽然葡萄牙跟摩洛哥打的时候啊 两个国家大家能理解吧 葡萄牙肯定要打嘛 葡萄牙跟摩洛哥打的时候 虽然看起来葡萄牙是占优势的 但是你要把摩洛哥灭了那做不到 但那边印度那些沿海那些城市啊 没一个是葡萄牙的对手 这也看出就是整个地理上的军事 在没有大河海以前你也比较不了 对吧 好 那么恩利克本人对地理知识的渴求 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否则他恩利克王子不会做这些事情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对抗伊斯兰政权 寻找东方基督教的约翰长老国 这特别是我要介绍这个约翰长老国 我叫长老约翰的国家 是怎么回事呢 中世纪的时候 一直传说 东方有一个叫约翰长老 在东方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富足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基督教国家 约翰长老呢也在找这个欧洲的这个基督教国家 对吧 所以呢 很多人就去想 他们不是一直在跟土耳其打 一直在跟穆斯林打吗 那我们要找到东方如果有找到一个基督教国家 我们联手起来多好 那跟张天初始续的想法是一样的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一直是一个想法 那么今天认为约翰所属的约翰长老国 应该是关于埃塞尔比安的那个传说 对不对 然后呢 欧洲人经常有误会 就是一会想象什么 约翰长老国是不是蒙古帝国 对吧 然后真的看到蒙古人了 发现不是约翰长老国 对吧 然后一直传说有这个约翰长老国 然后出海的时候还有给约翰长老国写信的 其实就不存在这个国家 等到大海时代以后才知道 这个所谓的约翰长老国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存在的是那个埃塞尔比亚 埃塞尔比亚也没有他们想象的这么强大 这么富足 对吧 这个介绍一下 好 在葡萄牙有一座纪念大航海的石碑 叫发现者纪念碑 这就是发现者今天可以去参观的 他面向达西洋 整个这个纪念碑上都是大航海时代 葡萄牙的那些航海的英雄人物 但是 这第三个人是第一个到达印度的那个人叫达加玛 这很有名 但是前面两个人其实没怎么出过海 第一个人就是这个恩利克王子 第二个是葡萄牙当时的国王叫若昂二世 这两个你看把恩利克王子放在第一个 其实是我们现在对恩利克王子的一种承认 对吧 那么就介绍这个恩利克王子 这张图 这幅画呢应该是恩利克王子已经老年的时候人家给他画的 他是出生在1394年到1460年 他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第三子 这个若昂啊英文的话就是约翰 就是约翰的意思 西方国家这些语言都通的嘛 他是若昂的第三个儿子 那么他大多数时间呢生活在他的那个封地 欧洲国家封建国家嘛 有个城堡嘛 每个王子都给他一个封地嘛 他生活在他的封地萨格里斯 他很少参与葡萄牙的宫廷政治 他对政治没有兴趣 你看他的后来的人生 他的一生也没结婚 他按照我们现在把整个人生都奉献了 这个航海事业 王子啊 顽固子弟啊 应该很会玩的 对吧 而且又没啥事 又不打仗 又不啥事 整天躲在自己的城堡里 别人就这样玩过去了 他是一生没结婚 一生把自己的人生都献给了这个航海事业 当然传说他有个私生女啊 这个事情就是野史上说的 对吧 那么他在萨格里斯呢 自己的住宅里面建立了一个航海学校 打个引号 并没有起个名字叫航海学校啊 雇佣了大量的优秀水手和地理学家 他在里面画地图 研究造船航行系的技术 从1415年起 连续不断派遣船队探索非洲海岸 并且承担了航海所需要的费用 那么恩里克王子的事迹 是在19世纪重新审视大航海的时代 历史时被人们重新发现的 那时候的历史学家想 为什么欧洲葡萄牙会这么开始大航海 往前找到这么一个恩里克王子 恩里克王子 那么这时候他才被冠以航海家亨利的称号 那么为航 因为我知道我以前讲过 欧洲的历史啊 会给每个人起个什么外号 恩里克王子的外号就是航海家 因为他对航海做出巨大贡献 那么这个亨利 亨利呢是这样的 就是恩里克这个字啊 葡萄牙文字的恩里克啊 放到英文的话就是恨利 就是恨利 这个西方语言嘛都通的嘛 恩里克就是恨利 只不过在葡萄牙语念出来 可能我们中国直接从葡萄牙语翻译过来的话 就是恩里克了 那么就介绍他的事迹 1415年呢是葡萄牙进攻摩洛哥 攻占了摩洛哥的这个城市休达城 休达城从此以后就在 今天休达是属于西班牙的 是后来葡萄牙割让给西班牙的 是很后来的事情了 从那时候开始摩洛哥就没有能够说服休达 是1415年开始的 所以休达城现在是西班牙在摩洛哥的一块飞地 那么王子恩里克是有战功 那时候他才几岁啊 才21岁 21个小青年 国王出去打仗 西方国家嘛都是贵族打仗嘛 王子出来第一个 那么肯定老国王也希望我儿子能够立点功 所以在攻占休达城以后呢 在城内他老爸就把他分为骑士 然后呢回到葡萄牙以后呢 任葡萄牙天主教骑士团的团长 骑士嘛 从此以后他就很少出去什么打仗 后来葡萄牙打仗 跟别的国家打仗他也参与过一些 因为他是王子嘛 此后多数时间他都生活在自己的封地 叫萨克里斯 修建天文台、图书馆、教堂、航海学校 并使用了骑士团的财产来支持航海事业 那么1415年和1461年首先他的目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 恩利克是派人考察了那个加拿大利群岛 他其实也想占领加拿大利群岛 但是当然没成功了 因为遇到了西班牙人 在那边抢加拿大利群岛 1418年恩利克派遣两个贵族前往加拿大利群岛 遇到风暴意外航行到了马德拉群岛 马德拉群岛是没有人的 为什么叫马德拉群岛 发现马德拉群岛上有森林有树 长得不错 所以可以砍木头 所以就管他叫木材之岛 那么由于马德拉群岛这个维度跟加拿大群岛其实差不多 马德拉群岛上也可以种甘蔗 你西班牙把加拿大群岛抢走了 那我葡萄牙抢了马德拉群岛也可以种植甘蔗 所以马上就有经济利益了 对吧 所以很快就有了经济收益 那么我们看整个尼克王子的航海的人生啊 几十年啊 从1415年到1460年 差不多45年时间这个航海 他每次航海出去 如果船翻掉啊 或者船没有回来 或者遇到什么损失 葡萄牙朝廷里面就有意见 那这种话我们今天通俗的讲 就是葡萄牙人就说了 哎呀我们国情啊 我们是个穷国 是个小国 对吧 你这种大规模的航海 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我们有葡萄牙的国情嘛 对吧 但是呢 下雨虽然出去 有经济效益了 赚钱了 马上这个反对的生意就没了 因为 对吧 能赚钱嘛 大家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首先 你看他发现马特拉群岛以后 马上就可以在马特拉群岛上种植甘蔗 然后这个甘蔗呢能赚钱 那么就有收益了 对吧 大家觉得挺不错 1431年 1425年到1427年 恩利克多次派人试图征服加拿大利群岛 其实就在跟西班牙抢加拿大利群岛了 但最终也没有成功啊 1431年他是发现了亚索尔群岛 当时是没有人的 亚索尔群岛和马特拉群岛都没有人的 岛上气候宜人 恩利克派人殖民磁岛 经济收益主要是牧羊和小麦 因为 我们看地图啊 亚索尔群岛其实比较靠北的 维度跟西班牙不但差不多 所以他也不能种甘蔗了 但是呢 他们发现这个亚索尔群岛上能够 能够放羊 能够放羊 那也是个经济收入对吧 也可以 所以说也不错 亚索尔群岛距离欧洲大陆1500公里 航行到亚索尔群岛成为培养水手的训练项目了 这成为一个固定项目了 一开始那些年轻的航海家水手 都是先去亚索尔群岛来几个来回 看看你有行不行 1500公里什么概念 上海到北京一千多一点点 海南岛到镇母暗杀 中国的所谓的这个九段线的最南岛 大概也只有1200、1300 1500公里 可比广州开到那个镇母 开到那个马来西亚差不多 差不多广州开到新加坡的距离了 其实这时候已经可以看出当时这个葡萄牙的航海能力了 真正的比较大规模的像非洲探险是143几年起 这个人家说有个原因的 那个阿尼克不是他是王子吗 他老爸死了 他老爸管着他呢 一开始 不能大规模的航海 他老爸死了 他那个大哥继位了 大哥不管他了 他可以放手 据说这个原因啊 1434年葡萄牙船队第一次越过这个伯哈多尔角 从那里海域能够捕获一些海豹 海豹皮的微薄收益又可以抵消航海的费用 伯哈多尔角 我给大家看在哪里 在这里伯哈多尔角 在今天的西撒哈拉 是1434年过去的 在过去阿拉伯的地图上 伯哈多尔角 已经是撒旦的海域了 过了这个地方全是魔鬼了 对吧 然后呢还有一个传说 因为当时无论是欧洲人还是阿拉伯人都知道非洲有黑人 黑的不得了的黑人 对吧 跟我们一般的人晒黑了还不一样的黑人 有个传说 什么传说呢 就是这个地方不是热吗 过了伯哈多尔角 过了这个以南以后 你晒黑了 你到了那边就变成黑人了 你不会再变回白人了 所以很多人感到很害怕 等到这次他们船真的开过去了 开过伯哈多尔角了 发现 哦 好像虽然晒黑了一点 但是回来以后还是能恢复的 还没有变成黑人 那还好 好 这是1434年 你看这时候恩利克王子派船队过去 可不是为了什么寻找海豹皮什么的 他就是为了看看非洲到底有多大 到1436年 恩利克派船队驶过了布兰克角 从这里开始是真正的黑人非洲 并且已经绕过了伊斯兰地区 希萨哈拉毛里塔尼亚 这是布克兰角在这里 在毛里塔尼亚 过了这里以后 他们发现当地的黑人 没听出过伊斯兰角 而且是真正的黑人了 大家不要忘记 在这里啊 希萨哈拉这个地方是很 毛里塔尼亚整个这个海岸是很荒凉的 知道吧 所以这段航行 往这个地方开拓 其实是要有点毅力的 你开过去 岸上没东西是沙漠啊 偶尔能见到几个黑人 对吧 但是他们到布兰克角以南以后 发现当地的黑人 不信伊斯兰教的 这个让恩利克王子很高兴 为什么呢 我们已经绕过那个伊斯兰教的地方了 对吧 好 这是1436年 讲一讲接下去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看啊 葡萄牙国家只要稍微发生点事情 恩利克这个航海探索 就会出现一个低谷或者中断 那么恩利克兄弟排行词是这样的 他的大哥叫杜亚尔特 其实这个词啊 在英文里面是爱德华的意思 二哥叫佩德罗 他是恩利克 第四个叫若昂 若昂在历史上没什么事情 他的小弟叫弗亚尔南多 那么1437年呢 葡萄牙进攻那个摩洛哥的单脚失败 王子弗亚尔南多是被抓住了 抓住以后呢 一开始就是跟摩洛哥谈判 摩洛哥说很简单 你要把王子放回来 对吧 把修达成还给我 葡萄牙就在吵 到底我们要王子还是要修达成 还在吵着 那个国王就是他大哥死了 王位由杜亚尔特五岁的儿子阿芳索武士继承 那么由他那个二哥就佩德罗社 你看恩利克完全不参与 他不管的 尽可能不参与政治的 那么1437到1440年 国家变故导致航海活动暂停 老爸死了对吧 前面的国王死了 这个小弟没人管了 结果就惨死在摩洛哥 这个非常难多 最后是惨死在摩洛哥的 夫人都死在摩洛哥了 那葡萄牙当然不会把修达还给摩洛哥了 对吧 就没有谈判条件了 国家变故导致航海活动暂停 那么1441年重启航海 然后在向南航行接触到黑人部落以后 可以向黑人酋长交换奴隶带回葡萄牙 因此航行又有了收益 当然也被视为罪恶的奴隶贸易的开端 当时那个奴隶规模还比较小 其实也不是葡萄牙人去抓黑人了 就跑到当地 因为黑人自己也是奴隶社会嘛 有奴隶市场的嘛 葡萄牙人就可以拿点有值钱东西 跟当地的黑人交换奴隶 1445年迪尼斯·迪亚什这个人 这个迪亚什家族啊 后来是航海家族 葡萄牙历史上很有名的航海家族 推进到北纬16度 到达塞内亚加河口 1445年菲尔兰迪斯推进到钢比亚河口 1446年特里斯堂推进到北纬12度 到达今天的几内亚比勺 在于土著黑人冲突中被独箭射死 于布可能是怕了 赶快想回到葡萄牙吧 于布航行3500公里 回到里斯本 中间没有看啊 这是有史以来最长的持续航行 也说明当时那个葡萄牙航海能力啊 实际上这个恩尼克王子 他是一直在作证指挥 他自己没有真的需要航海 但是他每次都是船开出去 船有什么缺点可以改进一下 他一直在改进那个船只 他葡萄牙的那个船只 让这个船能够适合一带大西洋 大西洋跟地中海可不一样啊 地中海总体上来说还是风平朗静的 大西洋这个航海难度是很大的 对吧 好 1447年 菲尔兰迪是推进到今天几内亚的那个克纳克里 这是恩尼克王子生前葡萄牙人到达的最远纪里 那么然后呢 财政上的困难和葡萄牙政治的内乱呢 又使得航海大战又一次暂停 到1447年又一次暂停了 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啊 马达拉全岛是1418年 是那个是恩尼克王子派人发现的对吧 1431年发现亚索尔全岛 到达伯哈多尔角是1434年 推进到布兰克角是1436年 推进到塞内加尔河口是1445年 推进到港比亚河口是1445年 推进到那个几内亚的克纳克里是1447年 可以看出这个速度十几年间 其实从恩尼克王子的角度啊 他就在算了这个非洲到底要大 我下一波船再往前推进看看什么样子 对吧 好 那么1446年到1455年前的葡萄牙又发生政治变故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已经十几年过去 那个五岁的国王长到14岁亲政了 结果呢 国王与摄政王就是他那个二哥佩多罗产生矛盾了 打起来了 1449年阿芳索武士与叔叔佩多罗之间爆发战争 那么最终佩多罗 毕竟人家是正统的国王嘛 对吧 你是摄政王嘛 你应该退位的嘛 对吧 爆发战争的结果呢 佩多罗是战败身亡 那么这件事情导致就是说 这段时间葡萄牙一内战 导致这个恩尼克王子的航海又暂停了 等到这段时间结束 恩尼克王子已经是国王的叔叔了 而且是整个王室里面年龄最大的了 对吧 但是他对政治其实没什么兴趣了 好 很重要一点 1455年来了一个维尼斯人叫卡达莫斯托 他在葡萄牙开设了一个对非洲贸易的股份公司 他跟恩尼克签订了合同 由他转营这个非洲奴隶贸易 引入了这个维尼斯的贸易模式 开公司了 这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你光探索 光出去派船出去 其实没有经济收益 没有一个很好的运营的话 那这个事情不能持续的 对吧 但是这个估计也不是恩尼克想出来的 维尼斯人是很会做生意的 一看你到非洲还是能做生意的嘛 那我来开个公司做生意 对吧 跟恩尼克王子签了个合同 同年卡达莫斯率领两艘船向南航行 与非洲酋长交易 只用了几匹马就换到了几百个奴隶 发大财了 我一丝终回去 哎呦 我们这边几匹马能够换回几百个奴隶 那肯定是赚钱的 对吧 好 1455年呢 卡达莫斯再次南下遇到风暴 意外发现那个福德角群岛 那么也是没人了 对吧 然后他回绕非洲大陆 他深入钢比亚河 见到了当地的部落 河马大象等非洲动物 这是欧洲人第一次亲眼见到河马大象这些东西 那么卡达莫斯特作为威尼斯专业的航海人员 他航行中仔细完整的写了航海日誌 这点很重要 从那时候开始 葡萄牙派出这船都是有标准的航海日誌 今天也是 所有的船出去都要写航海日誌的 对吧 那么 其实威尼斯人加入这个大航海 这加入这个恩利克王子对他们其实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了 以前可能葡萄牙人航海还没这么规范 是吧 那么1460年66岁的恩利克去世了 那么大航海时代那些伟大的发现呢 使得后来也不是有政治大航海时代开始嘛 那些发现 你看他 他开的船开的跟大航海时代不能比的 你看麦哲伦都绕地球一圈了 他才半个非洲都没走到 那么使得恩利克的世纪逐渐被人遗忘 一直到19世纪历史学家审视大航海之前的历史 重新发现了恩利克 并且在大约19世纪的历史书记中 把恩利克称以为航海家亨利 这是对他的一种尊称 那么在一本书里面叫巴利克住的这个 英国人啊 有个历史学家巴克利住的 写的这个《伟大的地义发现时代》里面写了 说他在萨格里是做的改进船舶设计和地图制作 完善航海仪器和搜集旅行记载的工作 将改变历史的整个进程 那么达加玛、哥伦布、麦哲伦一定要出现 他们是注定要利用航海家亨利积累起来的知识 并使他的梦想成真的人 航海家亨利生前其实半个非洲都没绕过了 但是他为整个获了大航海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那么1460年恩利克去世了 航海活动没人管了 所以葡萄牙的探险活动又陷入了低潮 那么刚才讲的那个国王阿芳索五世对航海探险其实他没什么兴趣 不过由于非洲的航海活动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 所以葡萄牙时期仍然在进行非洲航海 也能赚钱嘛 当然这个赚钱跟后来的大航海 跟维尼斯、热纳亚、佛罗里萨这种赚钱不能比嘛 但是只要有赚钱 只要这个时期能赚钱就有人去做 那么这个阿芳索五世其实也对航海没什么兴趣了 他就把这个东西外包 1463年 这个1463年海是森特拉率领的两艘船到达今天的塞拉利安和利比利亚海 虽然是1463年 但是森特拉这个行年其实也是之前恩里克组织的 只是恩里克已经去世了嘛 那么森特拉在利比利亚海岸发现了一种农作物 类似来自英土的胡椒 后来被称为马拉盖塔胡椒 那么利比安和塞拉利安的这块地方呢 就被当时葡萄牙人命名为胡椒海岸 对吧 森特拉发现非洲海岸在这里转向东了 因此认为可能已经到达非洲最南端 由此向东可以到达印度 那么一般认为 一般虽然是1463年恩里克王子已经死了 但是一般认为这个森特拉的这个航行 还是在恩里克王子的前面组织下进行 还把它归到那个恩里克王子那个时代 阿芳索五世对非洲航行没有兴趣 他对地理大发现没太大兴趣 但是呢既然能赚钱 他就把这个东西外包给一个1469年到1474年 1474年阿芳索五世和一个叫哥麦斯的人签订了五年的合同 哥麦斯其实不是航海家 他跟恩里克王子一样的 他办了一个公司他派人出去 有钱嘛赚钱嘛 那么签这个合同由哥麦斯专营这个非洲航海 哥麦斯必须每年向前推进一百里格 里格这个单位至今众说纷纭 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 当时都用这个里格作为地理单位 但是里格到底合今天多少公里 不清楚 一般来说合五到六公里 据认为 所以一百里格就是向前推进五百到六百公里 那么哥麦斯必须每年向国王上缴二十万雷亚尔租金 对国王来说就是 就是获得这么多钱嘛 二十万雷亚尔 我也不知道二十万雷亚尔多少钱 反正应该也是蛮大一笔钱 对吧 后来呢又涨到三十万 国王一看你赚这么多 再涨十万 对吧 那么哥麦斯仍然能够获得大量收益 那么哥麦斯实际上他向前推进就是 我们讲非洲不是已经在这里转完了嘛 所以哥麦斯每年就向前 向这里推进五百公里 所以葡萄牙人航海是有计划有目的的 连预计推进多少公里都已经事先设计过了 对吧 好 哥麦斯每年向前推进这个五百到六百公里 从1469到1474年的一共推进了两千五百公里 对吧 他发现了黄金海岸、象牙海岸、奴隶海岸 这就是今天的加纳、科德迪瓦和贝宁 那么这都是他起的名字 为什么呢 他在加纳发现那里有金子 有金矿 所以管那个地方叫黄金海岸 其实金子是有是有的 也不是特别多 对吧 起个好听的名字嘛 他在科德迪瓦这个地方发现 哎呀当地有大象 有象牙 可以问当地非洲人买象牙 所以就管他叫象牙海岸 跑到贝宁呢 可以问当地人买奴隶 所以叫奴隶海岸 对吧 那么戈迈斯派出最后一支探选队 是到达了科麦隆火山 然后让非洲人很失望的是 发现了非洲海岸又向南拐了 本来是往东去嘛 以为再开车开车可以到印度了嘛 对吧 可以绕过非洲了嘛 现在发现葡萄牙人很失望 非洲又向南拐了 那么一直航行到了南尾二渡 跨过了赤道 证明了赤道海域也是可以航行的 之前大家都以为古代不是有书上说的嘛 到赤道附近这个不是热嘛 到赤道附近这个水都烧开了 这个船是开不着水 水都烧开的船怎么开在过去呢 对吧 结果发现赤道我们都过了嘛 赤道附近好像是人是能活的嘛 对吧 戈迈斯 那么这就是那个 这里利比利亚和塞拉里亚海叫胡椒海 科特迪瓦叫夏亚海 加纳叫黄金海 贝宁叫奴隶海 对吧 他们船一直已经到达这里了 对吧 看见了科麦隆的火山 我以前讲过那个菲尼基人叫什么汉诺 就是看到曾经看到过 菲尼基的航海家汉诺曾经看到过科麦隆的火山 好 当时葡萄牙的政治情况啊 我也要介绍 因为这个东西一旦葡萄牙打仗了 航海就又暂停了 对吧 那么阿弗苏五世对航海探险没有太大 阿弗苏五世这个人啊 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 他那儿子若昂二世可是雄才大略一般认为 他自己对他评价不是很高 那么1475年阿弗苏五世率领军队进入卡斯蒂亚 其实就是 其实他也是什么亲戚关系啦 他要去挣卡斯蒂亚的王位 结果跑到那边呢 他把葡萄牙国内留给他的儿子 就是后来的若昂二世 1475年他打仗 实际打败了 打败后他逃到法国去 希望法国帮他 结果呢法国又不理他 法国嘴巴上答应帮他的 实际上没帮他 没帮他以后呢 他一开始 这个家伙也蛮搞笑的 他就写信回葡萄牙 但是他儿子说 我呢 打仗也打败了 我也不想回来了 我要去耶路撒冷 去朝圣去了 那葡萄牙就留给你了 你就做葡萄牙国王吧 他儿子一听 老爸去耶路撒冷 要去耶路撒冷 他儿子就登基做国王了 结果耶路撒冷还没去过来 他才回来了 他儿子已经做国王了 他又不好意思说 你别做国王 让我做国王 他就说 你们继续做国王 给我留个城堡就可以了 对吧 他儿子一听 他儿子可是明白人 他那个若王二世 可是很聪明的人 老爸你说啥 别说了 你别说了 你还是国王 我国王不当了 我只要一个城堡就可以了 其实也很聪明 否则又会引起内乱 他那儿子是蛮厉害的 他1417年返回葡萄牙 1481年阿芳索五世去世了 那么他那个雄才大略的那个儿子 若王二世正式继位 实际上从他1475年开始这个若王二世已经掌权了 对吧 他那个儿子是蛮厉害的 那么阿芳索五世跟西班牙打 其实打败了 打败以后呢 其实这也是若王二世跟最终葡萄牙和西班牙签订的那个阿尔卡索瓦条约 这个条约是第一次葡萄牙和西班牙划分那个海上交界 那么这个当时不叫西班牙 应该是卡斯蒂亚和阿拉公 我讲过这就是卡斯蒂亚的女王嫁给阿拉公的国王了 对吧 所以叫卡斯蒂亚和阿拉公 葡萄牙和西班牙1475年签这个条约呢 是 葡萄牙因为打败仗了嘛 所以就觉得没资格跟那个西班牙吵了嘛 打败仗就要赔款割地嘛 对吧 所以承认加拿利群岛归西班牙所有 但是 他们还按照维度划分了 同时规定北纬28栋以北 除亚索尔群岛以外 所有找到岛屿归西班牙 北纬21栋以南 除了加拿大群岛以外都归葡萄牙 其实若安二世签这个 当然这应该是若安二世签的啊 若安二世当时还是王子 他签这个条约目的很久 就是我们西班牙 我们葡萄牙已经在非洲做了这么多探索了 这些利益我要保存下来 不能给葡萄牙人抢去 对吧 所以一定要跟葡萄牙签这个条约 法律上确定了葡萄牙在非洲探险的权利 那么同时呢 葡萄牙对非洲海岸进行了垄断 这个垄断就是我讲的那个时代 无论是热纳牙和维尼斯在海上打了这么多年仗 都是为了垄断 垄断这个仗 包括那个我讲过那个什么 德国的那个汉沙同盟 他是要垄断布洛地海贸易 葡萄牙的做法其实是跟他们学的 我要垄断非洲的贸易 所以他要跟西班牙签这个条约 非洲 我们已经花了几十年时间努力的往前探索非洲 已经发现了向洋海岸什么这种海岸 这些地方商业利益应该是归我葡萄牙的 那么西班牙也承认了 而且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可能一开始恩里克王子那个时代还没注意这个事 这个若昂二世是很聪明的 航海是保密的 葡萄牙内部是留下各种荡案资料的 对外是不说的 就是怕别人抢他们的生意 就我航行到那边偶尔就 哎呀我们已经到达非洲很难断了 这个就宣称一些东西是可以的 但具体怎么船怎么开过去的 航行的那种线路啊地图啊是保密的 不告诉别人的啊 这点蛮重要的 所以说这也引起了很多问题 就是很多后来要考证 到底这树船看哪里 假如说葡萄牙内部没有留下资料的话 那就要去考古去挖了 这树船到底开到哪里 对吧 好 那么葡萄牙只占领了非洲海岸外的一些岛屿 并且在大陆上设立了几个城堡零点而已 并没有想过要占领大别的非洲土地 这时候肯定还没有想后来的殖民地 我要占领什么非洲什么地方 没有想到 葡萄牙当时真没这么想 就是像热纳牙一样的 占领几个据点就可以了 对吧 好 接下去就是这个熊才大略的国王 叫若昂二世了 1481年到1495年才位 他比以前任何一个葡萄牙国王都关心航海事业 而且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航海 若昂二世觉得进行大规模探险 尝试到达印度已经是一件认真可行的 可以考虑的事情了 以前你要说我们要绕国非洲到印度 那人家说你神经病 但是这时候若昂二世认为 我们已经到达科麦隆这个地方了 我要一本正经的 以葡萄牙国家的一个作为葡萄牙国家的一个策略了 去尝试一下我们能不能到达印度 所以呢 1482年若昂二世就派遣这个叫第二 有的叫第奥格卡奥这个人进行探险 这个探险店还带着这个石柱 这个石柱比一个人还高 石柱上刻的文字 其实大多数在葡萄牙里斯本都已经刻好了 那个石头是产自葡萄牙的 已经刻好了 但是上面留的一些空档 就是年月日啊什么人的名字留着 你发现一个新的地方 你就在那地方竖起一根石柱 刻上你的名字 带着这种石柱出发 那么他发现了钢果河 树立了他的第一根石柱 然后他听说内陆有个钢果王国 那么迪奥格卡奥呢 他听说内陆 因为跑到那边跟黑人交流吧 黑人说我们在钢果河里面有一个强大的王国 那他们又以为是什么 约翰长老国了是吧 所以呢 迪奥格卡奥就派使劫顺着钢果河 进去找这个钢果王国 他一直到达这个安格拉的圣玛利亚角 竖起了第二根石柱 1483年返航时带回了几个钢果黑人返回葡萄牙 好 1484年迪奥格卡奥再次离开葡萄牙向南航行 1485年在安格拉的这个尼格罗角竖起第三根石柱 最远到达纳比比亚的克罗斯角竖起了他的第四根石柱 迪奥格卡奥的四根石柱 所以后来都被靠鬼学家发现 靠鬼学家还在钢果河内地发现了一些当年葡萄牙探学队 留在那个石壁上的克制 那么迪奥格卡奥本人没有回来 那么现在我们 因为我们看到他竖起第四根石柱 那么肯定他是在死在竖起第四根石柱以后的 以后了 对吧 否则他不会竖起那根石柱 那么我画了这张图 大致给大家看一下这迪奥格卡奥四根石柱 第一根在钢果河口 第二根第三根都在安格拉 第四根在纳比比亚 大家要注意 当年葡萄牙人发现这块地方的时候 什么科特迪瓦、加纳尼利亚、科迈尼亚 这块都很繁华的啊 当地的黑人 虽然当地黑人还没有文明达到很高的时候 但是那些地方都已经人口很多了 黑人很多的 到安格拉、到纳比比亚又是一片荒凉了 纳比比亚是沙漠 所以葡萄牙人其实往南开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失望的 怎么又全是沙漠 为什么全是沙漠 我们现在学地理学知道 这个维度就应该 无论是南半球、北半球 北半球是撒哈拉沙漠 南半球这里 纳米比亚也是沙漠 对不对 这是他开的四根石柱的位置 那么这张图呢 是著名的耶拉拉之石 后来啊 康古学校在钢果马塔丁地方发现的那个 第二个卡奥留在石壁上的刻字 他们可能已经到达那个地方了 他们为了让后人 迪奥格卡奥没回来嘛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死在哪里嘛 对吧 他为了让后人知道我到过这个地方 那么在那个石头上刻了几个字 他说 那个文字就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的船到达了这里 那么署名是迪奥格卡奥 还有什么佩洛阿内斯佩洛达克斯塔之间的名字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这些探险的人 还真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他们也是付出了生命 对吧 好 这是1931年的老照片 迪奥格卡奥在1482年在钢果河口树里的第一根石柱 这四个人我不知道是谁啊 他们拍的照片 那么这就是上面那个十字架是后面加上去的 十字架是他们另外的 下面这块就是葡萄牙的徽章 王室的徽章 这样一根石柱 一个人比例一个人稍微高一点点 这个样子 这张照片今天仍然在纳密比亚 就是科罗斯角的第四根石柱 还树立在纳密比亚 那么今天这些都是文物了 对吧 那么讲一下这个钢果王国 这个迪奥格卡奥派我钢果王国的使劫呢 受到了国王的友好的接待 并且钢果王国很愿意接受基督教 还派遣贵族前往葡萄牙 那么若昂二世代呢 也很隆重的接见了钢果的使劫 然后派遣传教士和使劫 再次前往钢果 那么钢果这个王国本来就有的 对吧 以前都是传说历史 这个国家本来其实就有了 古代就有这个国家 但是呢 没有文字的 所以以前的历史都传说 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钢果王国采用葡萄牙文了 而且这个时候啊 这个当时葡萄牙人没想过要把钢果王国给灭了 建立一个殖民地 没有这个想法的 然后他们是钢果王国和葡萄牙建立的友好关系 互派使劫 并且接受了基督教 并且在葡萄牙的福祉下 16到17世纪年间成为非洲强国 为什么呢 他跟葡萄牙关系好吗 他也信基督教了 还互派使劫 一本正经了 变成一个文明国家了 然后呢 从葡萄牙那里还学了不少东西 可能拿了不少枪 那么对付非洲周边那些国家来说 对他来说可是 对吧 所以钢果王国在那段时间成为一个强国 后来到近代以后 钢果才又重新被灭掉 后来又变成谁的殖民地了 反正钢果后来被分成好几块殖民地了 对吧 但那个时候 钢果王国还一本正经的 接受了 钢果王国还写给若昂二世姓 说你要派传教士过来 我们也要学习基督教 对吧 你还派建筑士过来 帮我们造房子 非洲人嘛 这个当时造的房子 可能还没有葡萄牙的房子 我要把我的钢果王国也造的像你葡萄牙李斯本这个样子 他派人到那个 到葡萄牙去学习 后来的钢果有钢果的国王啊 就是以前去葡萄牙学习的 相当于留学的贵族 以后回到钢果 坐上钢果国王的位置的 所以钢果那个时候 那段时间 钢果王国跟葡萄牙的关系相当好 那葡萄牙也没想过要侵略钢果王国 那时候真的没这样想 对吧 好 若昂爱世 非常认真的考虑咱们能够到达印度了 这个我们从今天可以看出来 他确实想这个问题了 1474年呢 葡萄牙的红衣主教叫马丁斯到达佛罗伦萨 那么认识了当时佛罗伦萨的地理学家叫托斯卡内利 那时候讲过你1474年什么时候 那是佛罗伦萨最好的时代 是吧 佛罗伦萨有大量的研究希腊文化的人 那么这个托斯卡内利是研究古希腊的地理学的 对吧 托斯卡内利详细介绍了这个古希腊的地理学理论和他自己的研究 并且建议葡萄牙人可以向西航行寻找印度或中国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葡萄牙航海 可能大家佛罗伦萨那边人已经听说了 但是并不知道葡萄牙人这个航海航到多远 对吧 马丁斯跟托斯卡内利说 我们这个航海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了 那托斯卡内利跟他说 你们为什么要绕过非洲呢 你们可以向西航行到达印度吧 对吧 好 马丁斯回到葡萄牙以后 就向若昂二世报告了这个 那么若昂二世非常认真的 可以说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了 那么今天留存托斯卡内利和若昂二世通信 那么若昂二世询问 我到底是派船向西开到印度近呢 还是绕过非洲到印度近呢 那么托斯卡内利坚持认为是向西 那么其实后来哥伦布也是看了这个东西 哥伦布跟托斯卡内利也写过好几封信 那么他们两个商量 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 觉得还是应该向西航行 能够最先到达印度 那么这个 那么若昂二世就真的开始策划到印度的计划 结果1483年出现一个人 叫日拉亚人是哥伦布 他毛锤自剑 说要向西航行寻找中国日本 被若昂二世拒绝 那若昂二世为什么拒绝他呢 几个原因 第一 不是说若昂二世不相信向西航行到印度 若昂二世是觉得 为什么要让你哥伦布去啊 我自己派个船过去不行吗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哥伦布要谈条件的 当时要谈判的嘛 谈的条件谈不拢 哥伦布要价太高 1483年啊 不过呢 若昂二世另外派进了探学队 1487年由杜尔默和埃斯特莱托率领船队 从亚树尔巡岛向西航行 那么这件事情我在网上查了 最终有两种说法 英文维基上说这两个人这个船队在海上 希望是再也没回来 这两个人死在海上了 英文我可是看得懂的 英文维基明确说这两个人死在海上了 但是很奇怪 英文维基说 英文维基不是他参考那本书的吗 我看了英文维基说他参考的那本书 那本书上可没说这两个人死在海上 说这个航行根本就没组织起来 没能出海 所以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出海 还是死在海上了 还是没有出海 还是怎么样了 我真不知道 我前段时间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 葡萄牙文我是看不懂 英文我还是看得懂的 反正没有看到这两个人的结局是怎么样 所以哪位如果懂葡萄牙文的话 哪位网友啊 懂葡萄牙文帮我调查一下 那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 这个船队到底有没有出去 英文维基上明确说这两个人是死在海上了 那么若昂二世在1487年他开展了一个很庞大的计划 我们今天看起来这个若昂二世这个计划真的是雄才大律啊 真的是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首先大西洋方向它前述由杜尔默和埃斯特拉兰托两个人 是向船队向西航行去 其实如果他们成情的话 如果并且顺利的话 那我们今天记住就不是哥伦布的名字了 而是他们的名字了 对吧 地中海方向他派遣了那个科威良 通过埃及前往印度 非洲方向他派遣了迪亚什绕过非洲前往印度 那一年若昂二世可是下血本了啊 对吧 三队人马出发以后都暂时没了音讯 若昂二世心里着急 这时候又想到哥伦布了 你不是说你能去印度的吗 1488年若昂二世再次与哥伦布谈判 然后依然没达成协议 为什么呢 是哥伦布要价太高 现在想起来是哥伦布要价太高 哥伦布要 我如果发现了印度 你要给我什么什么好处 那个若昂二世觉得我不能答应 对吧 所以这个又没谈成 没谈成以后呢 哥伦布就找西班牙女王谈了 结果西班牙女王让他去了 1492年 哥伦布代表西班牙首好美洲 并且返航是 返航是他先到葡萄牙的 他那个船是遇到风暴了嘛 飘到葡萄牙了 然后他跟若昂二世说 我可是到印度回来 当初你没跟我达成协议啊 我现在可是代表西班牙从印度回来了 但是当时的葡萄牙人仍然将心将意 你这个船出去开了一圈 你说你到印度了 没人相信他知道吧 哥伦布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没人相信他 也没人知道哥伦布到底是去哪里的 你船出去开了一圈回来了 开了两个月回来了 你说你到印度了 我们怎么知道呢 这些故事都比较有意思 讲这个地中海方向的派遣科威良 科威良1487年从葡萄牙出发 为什么派科威良这个人 科威良这个人说的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 穿上阿拉伯人的衣服以后 就是完全像个阿拉伯人了 所以他不会受到穆斯基的怀疑 他从葡萄牙出发 经过地中海到达埃及 冒充阿拉伯人在通过印度洋上的海上丝绸之路 到达印度的卡里卡特 卡里卡特我上次讲过 也就是郑和死在那个地方叫古里 中文的明朝叫古里 对吧 这时候科威良知道了 哦从这里能够到达印度的古里 印度古里是 因为他们当时不是要买香料吗 买印度的香料吗 哦这里有香料 所以科威良呢就从印度返回埃及 在埃及呢 他把相关的探险情况写成书信交给了葡萄牙的使节 其实那个也不是使节 是葡萄牙又派到埃及去的 像间谍一样的人 对吧 他就把这个信息 就写了一封信交给那个 那么他自己为什么没有回葡萄牙呢 他说我要去找那个长老约翰国 我已经在埃及听说了 在埃及南方有一个地方 是信基督教的 所以呢 我一定要去寻找那个长老约翰 约翰长老的国度 于是他就到达埃塞俄比亚 到达埃塞俄比亚的时候 这种安爵史书记载 埃塞俄比亚 他跟埃塞俄比亚国王说了 我是葡萄牙来的基督徒啊 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 埃塞俄比亚国王可乐 终于找到了基督徒的兄弟 对不对 终于见到了又见到基督徒的兄弟 多少一千年没跟欧洲有什么联系了 对吧 终于又看到基督徒的兄弟 但是呢 因为他说了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 又穿着阿拉伯人的衣服 当时埃塞俄比亚的政治情况 是完全被这个伊斯兰国家给包围了 埃塞俄比亚国家当时非常艰难 因为他要抵抗 伊斯兰国家一直在进攻埃塞俄比亚 所以你说埃及派一个间谍 号称我是基督徒 跑到埃塞俄比亚 很正常吧 所以埃塞俄比亚呢 国王怀疑他是阿拉伯人的间谍 就把他软禁了 大航海以后 一直到1520年 葡萄牙人来到埃塞俄比亚 在那里生活了30年的克维良 这个时创是有记载的 克维良在埃塞俄比亚生活还是过得不错 他已经变成埃塞俄比亚的一个什么官了 而且在那里也娶妻生孩子 反正年纪也大了 但是他再也没有 年纪也大了嘛 他也没有回到葡萄牙 不管怎么说 他从印度 他去了一趟印度 带给葡萄牙国王这些信息 知道非洲 假如说如果绕过非洲 到达埃塞俄比亚到达埃及 还是能够从坐船开到印度的 带来了这种信息 对吧 好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迪亚史 我刚才讲过的那个迪尼斯迪亚史 是这个迪亚史的爸爸 他们是一个家族的 也是1487年8月由里斯本出发 三艘载重仅仅几十顿的小船 他是开船出去了 他的目的就是要去寻找印度 对吧 那么有个问题 就是他那个船 葡萄牙人大航海时代 其实他们改进船是把船变小了 比那种维尼斯、热南亚在地中海上那种船要小 他们觉得船小了以后 那叫什么帆船 就是葡萄牙人发展出一种新的帆船 这种帆船呢 据说像布导文一样的 海上大风大浪 这个船晃来晃去就是不会翻掉 据说 但是实际上也是有很多船沉没的 但总体上他们对这个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改进 适合于在大西洋上开 那么他到达了南徽贵县 在纳比比亚的一个地方竖起了第一根石柱 石柱残骸今天依然在那里 然后他一直开到南尾山山都附近的时候 遇到了狂风暴 迪亚生命人把船开得离开海洋远 一切以避免撞到教室 但是三艘船中的一艘失踪了 这艘船其实是他们的供应船 就是粮草都在那艘船上 那艘船没了 其实就成练了 那么你想他顺着沿着海岸线开的时候 遇到大风暴的时候船很容易撞到礁石 撞到礁石就完了 所以他尽可能开得离开海岸远一点 那很正常 然后呢 远离海岸以后呢 风暴平静了 那么他们想到什么 是回到海岸边 回到海岸边应该是向东开 船队返回向东航行几天 没有看到陆地啊 没有看到陆地啊 这时候迪亚斯突然意识到 我可能已经绕过非洲最南端了 他命令 这时候他下个命令 就是不要向东开了 向北开 开了几天后 三天后果然看到了海岸 他记下的那个日期是1488年3月2号 然后他继续向东 发现海岸已经开始向东北方向了 迪亚斯马上意识到了 我是不是绕过非洲了 那么实际上我们今天知道 他确实绕过非洲了 迪亚斯想要继续航行 但是船员们都不答应了 一方面前面经历了这么多艰难困苦的事情 还有一艘船沉掉了 也死了好几个人 于是他立下了第二根石柱 这根石柱也是在1938年被考古学校找到后 迪亚斯返航 返航途中他再次见到他们遇到风暴的那个海角 迪亚斯把他命名为风暴角 同时遇到另一艘司中船上幸存的三个人 也不容易 那三个人船翻了 那三个人飘到在海上 终于找到个岛 然后遇到迪亚斯船又回来了 这三个人真的是命很大的 然后他在富毛角立下了第三根石柱 1488年12月 迪亚斯的船回到了里斯本 大家看看哦 3月2日 你想他绕过大半个地球了 这个船航行 是啊 是要看这么长时间 若昂二世听去迪亚斯报告以后 认为那个海角可能是非洲的拐点 并且觉得这是葡萄牙以后的希望所在 所以不要叫风暴角 改名为希望之角 也只有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好望角 若昂二世改名这个角为好望角 这件事情是个故事 没有看到当时 至于叫风暴角也好 还是叫好望角也好 这都是个故事 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管的地方叫好望角 是不是先叫风暴角 然后若昂二世把它改名成好望角 好望角这个事情不确定的 有可能是有这么回事的 迪亚斯的远航单向航行超过一万公里 越过了这个迪奥格卡奥最远的地方 向南13个维度 轻易探索航行线2500公里 绕过了非洲最南端 这个迪亚斯的航行可以说是从 我们看这个地图 到纳米比亚 对吧 然后他就 好望角在这里 其实好望角不是非洲最南端啊 是个海角而已 一直到达这个地方叫大鱼河 他们管这个地方叫Great Fish River 大鱼河 就是他到最远的 这就是今天人家为迪亚斯刻的那个雕像 这边上你看就是那种石柱啊 对吧 好 迪亚斯1488年远航之后呢 若昂二世暂停了远航 突然直接停了 前面若昂二世 我们可以想一想 若昂二世在148几年那几次航行啊 跟我们今天 比我们 跟美国苏联那时候登月的那个频率差不多啊 你们算一算 是一年出去 到1487年一年派出三支队伍出去 对吧 但是1488年以后突然停了 第一个原因是若昂二世自己患病了 第二个呢 西非大量新发现的地方需要开发 同时呢 他命令迪亚斯根据自己的经验改进船只 后来的达加玛达航行用的就是迪亚斯重新改造好的那种 改进过的那种船 所以造船需要很多年 对吧 然后呢 从安格拉往南是一片荒凉 那普太亚人觉得这件事情很 就算绕过这个非洲最南端 他们也没有见到渺无人烟啊 虽然遇到过几个黑人 绕过最南端以后 迪亚斯遇到了黑人 黑人一见海上有人就是向他们扔石头 所以说很不友好那个黑人 然后呢 也没有像那个什么钢谷啊 或者什么黄金海洋下洋海洋 那里马上就能做生意 马上就能赚钱 这个地方很荒凉 然后呢1492年是哥伦布远航的消息突然传来 哥伦布远航消息传来的时候呢 这个若昂二世第一反应 不是哥伦布去了印度 哥伦布去了几内亚 那是我葡萄牙的地方 我们葡萄牙不是当年跟你们西班牙签过条约的吗 你们不能去我的地方吗 所以若昂二世就要找那个西班牙国王讲的讲清楚 对吧 然后双方差点打起来 打仗打起来 这个事情是有的 若昂二世已经准备打仗了 准备跟西班牙打仗了那时候 最后这个事情到1494年终于又跟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又签订了个条约 这下次再讲 1495年若昂二世年仅40岁就去世 未能见到后来到达印度那天 所以很可惜 无论是恩尼克王子还是若昂二世 这两个对大航海做出这么巨大贡献的这两个葡萄牙人 都没有看到等到到达印度那一天 对吧 一到1497年 打仗马终于实现了到达印度的梦想 那么这是我下次要讲的 从1415年恩尼克王子到此 已经有差不多八十年间 我们可以看到葡萄牙是坚持不懈的进行航海探险 这个是人类历史上好像没有 没有哪个国家 没有哪段历史有这样的历史的 而且它是在一开始是不知道 不知道我们能够 一开始是没有怀着什么到达印度啊 什么环球航行啊这种伟大的历史 一开始就是可能就是恩尼克王子自己的想法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也确实不知道当年恩尼克王子 现在关于恩尼克王子的个人生活记载很少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为什么会 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啊 不结婚啊 王子不结婚啊 不找女人啊 从1415年二十几岁开始到六十几岁 整整四十年 躲在他那个萨格林偏僻的小地方 跟一帮 他可能顾了一帮水手和航海家研究我们怎么在非洲开船 整整四十年 这是很不容易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为什么要这样 很不容易 整整这个八十年间 可以说是由于他们这个努力才开启了这个大海之弹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